像Bub哥講的就是CX-5其實都是一直以來相當受到歡迎 那其實在今年的年初今年二月 它有推出了小改款的車型 所以它包含在整個車頭面容和之前是稍稍有點不一樣的 包含整個錢包桿造型看起來是更加的簡單 更加的乾淨比較極簡化的一個設計 那同時它的水箱護罩 比較有立體感的一個感覺 同時在外框它這個鍍鉻四條也有加寬的一個趨勢 對 變得比較我覺得看起來蠻有運動感的一個感覺 是年輕人會喜歡的一個設計 又和兩邊的頭燈組做一個相當不錯的連結 而且這次兩邊的頭燈組你可以看到有兩個L的造型 對 然後看起來是相當的有特色 這個燈型其實感覺起來好像有個四個眼睛的感覺 對 這個是不是感覺起來跟某個德系品牌 有一點致敬的意味 OK 然後但是在二三年四的車型 它也加入了ALH的一個功能 它就是每一邊的它有20顆LED的燈組 就是智慧型的頭燈 它可以依照你的車速有三段的調整 再依照你的方向盤轉向的跺腳 有六個角度的調整 那在40公里以下的時候 它會盡可能用廣角的方式來照射 讓你看的比較清楚 那在40公里以上的時候 它會調整光型 避免你去閃到對象的來車 那當你在高速公路行駛的時候 在95公里以上的時候 它會讓整個照射角度稍微再高一點點 讓照射範圍可以再更遠一些 帶給駕駛者比較好的一個駕駛視野 所以這個燈型的整個燈具的改變 其實就不再只是我們講說 在外型上面變得更有型更好看 其實在功能上面似乎好像有很大的提升 對 而且它的LED是從原本的12顆 這次增加到了20顆 所以它在功能性還有規格方面都有提升 CX-5在今年新年式推出一個新的動力 我們請阿遠來幫我們看一下說 到底新的動力有什麼差別 沒錯 因為它在新年式小改款之後 它新增了一個25T的規格 就是它是2.5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馬力是230匹 在扭力部分是42.8公斤米的輸出 搭配的是六速的變速箱 但其實以2.5升的渦輪增壓引擎 有這樣的一個動力 算是比較保守的一個輸出 剛剛阿遠提到說 如果是家庭使用的話 雖然大馬力好像感覺起來要熱血 但是可能在應用上面來講 如果不是這種熱血的情境 說不定它是一個比較從容的輸出 因為它是一個大馬力輸出 但是一般的正常使用 感覺起來就很有餘裕 沒錯 其實開起來的感覺是很好的 蠻喜歡這樣的一個搭配 那我們再來看到一下車側部分 其實在車側部分 我們今天的車型是Signature的版本 就是最高的規格 所以我會發現 其實在車身最下緣的地方 是與車身同色的一個設計 如果是其他版本的話 它是會是黑色的一些方法 所以這是在外觀上 最容易變色的部分 對 最容易變色 而且今天這個車色好特別 對 它這個車色叫做 告實中 大概是也是小改款之後 所出現的一個新色 那除了在這樣的告實中之外 在二三年式 它還有一個新的顏色 叫做雪幻白 那雪幻白它的顏色是更加特別 它是在色氣上面有多了一個塗層 那這個塗料是反光塗層 它有加入了一些包含鋁質的材質 那最後才會上這個透明期 那得到的效果就是 整台車的它的立體感的效果會更好 其實這樣的技術 也和之前的經驗魂洞紅 是相當類似的 那你必須要加價一萬塊錢才可以獲得 所以這個新的白色的車色是要加錢的 要加錢要加一萬塊錢 這個其實很有像比如說保時捷 如果正常的白色不用加錢 但是它有一個卡拉拉白 就是要特別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白色 沒錯 那如果大家選了這個車色 我相信在路上 應該會很有存在感 沒錯 而且它白色也非常受歡迎 它是更加的精緻的一個白色 那這輪圈部分是19吋的搭配 那我覺得看起來是比較斯文的一個配置 但是以這樣的一個車漆 其實我覺得如果可以強調它的一些 個性化的話 我覺得如果用比較誇張一點輪圈造型 看起來我覺得會相當特別 那這輪圈的飾樣其實感覺起來 比起整個的車子上面的跳出感 好像沒有特別 對 我覺得它是比較斯文一點 或許這個要留給車主 之後有一些發揮的空間 而且我們通常會知道 Mazda的車子 它在內裝的一些鋪陳 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 那它包含在門板裡面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木紋飾板 再加上它有一些很精緻的車縫線 包含在整個內裝的一些皮革應用 會建構出一個日式細膩的感覺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然後包含是車內一些成員 在使用上來講 都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感覺 好 OK 那除此之外呢 在車身的一些板金線條方面 它是比較圓滑的設計 但是還有一些些許的折線 才推擠出這種肌肉感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車尾 好 那我們再打開之後發現 其實CX-5在裡面的 平整性表現 我覺得還算是OK的 一般的狀況之下 有615公升的空間容積表現 那如果你把第二排倒下之後 可以拓展到1620公升的 一個空間容積表現 那在小改款之後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是它的底板 它的底板多了一些 防水的一些托盤材質 因為現代人喜歡戶外休閒活動 那如果你在外面玩的時候 有些衣服弄濕的或鞋子弄濕的 你可以稍微先把這個 潮濕的東西先擺在這邊 就不會弄得整個車內都濕大大的 所以它是一個置物空間 隱藏式置物空間 但是它又兼具防水的功能 沒錯 所以你放進去的話 其實又會有一點更高的實用性 沒錯沒錯 OK 那它的實用度表現之外 其實現在消費者非常重視 包含AIDA系統 這台車子也都有 那在新年式上面 它有這個CTS的一個車道置中的功能 包含有MRCC的一些功能 來建構出一個Level 2的半自動價值輔助 那包含也有360的一些 環境影像輔助的功能 所以這台車子它是相當使用 在安全性方面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一個車子 OK 環境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友們 地場地線邀請邀您 一起上線